給我表演的一個魔術 沒錯 對 這個在社交當中一個力氣 而且很多時候會怎麼樣呢 特別是人多的時候 比如說大一點的飯局啊 大一點的聚會 你給別人介紹自己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在 這個商業場合 我們要遞交名片的時候 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知道很多人拿完回家之後 名片他根本就不認 不記得這個人長什麼樣子 好 如果你在給他 遞交名片的時候 同時我這個名片是變出來的 突然變了一張名片 遞給你 你一定會記得 這個傢伙的名片是變出來的 記住了 對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魔術 欣雅菲先生不僅魔術表演的好 也很善談 你讓我把你朋友的話說完 好 剛知道女朋友就打斷了 他接下來還是這樣說的 必須要會魔術 要娶到漂亮的老婆 必須是魔術師 他說啊 多麼痛的領悟啊 他說認識你這麼久 從來沒有聽說過 你抱怨過什麼 好多人和事兒 你就聽聽點點頭 從來不評論 只說好聽的 開始以為你是個世外高人 最後才發現 原來是你不感興趣 要是跟你談談你熟悉的電影 或者藝術品 我的天啊 那真叫一個專業 舉個例子 為了讓老婆看懂 傅連三 你是早期之前 所有的前傳電影 細心講解人物 給他上補習班 兩個字 真愛 很幸運成為你的朋友 願 侄子之手 彼此邪老 我能問一下 這哥們是誰嗎 你能感覺出是誰嗎 我大概有 大概 你這個情報是來自多倫多的 還是來自中國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來自哪裡的 我有一個密探 他幫我搜集的 是是是 我大概知道是誰 司志強 對對我知道 因為我前段時間 剛好你說傅連三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句話我跟誰說過 還有一個叫Penny 是吧 好朋友加合作兄弟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講義氣的人 朋友的事情都會全力以赴 去幫忙 當成為自己的事情 一樣去做 最好 然後做事的執行能力 也是非常厲害 會抓住每個細節 很好的調配人手 把一場活動辦得非常好 他是我合夥人 嗯 他說你很會調配人 他 對 因為我們經常做一些活動嘛 然後每年會辦魔術大會啊什麼之類的 呃這個這個這個 他這會兒不睡覺嗎 哈哈哈哈 因為他在中國 他在中國 是吧 還有一個人 他就說了 三句話哈 他說叫金獎收割機 全能總裁 躺機王 哎呦我天 這事兒就不要拿手 這是誰嗎 呃 何嘉陽 啊好 你的徒弟是 我徒弟 對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叫躺機王 我知道有躺槍王 躺機王就是 就是 呃 我們最近國內挺挺火的一個遊戲 叫吃雞嘛 嗯 對 因為我這個水平太菜 我沒有玩 水平太菜 躺機就是 就是你死了以後 這個你的隊友幫你完成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然後因為你是躺在那裡的 嗯 所以吃了雞 所以就叫躺雞 差不多吧 就跟你剛才說 打羽毛球 小的時候坐冷板凳 人家都打差不多了 你上去打兩下 啊 對對對對 就是這個隊伍裡 有你沒你無所謂 嗯 好的 繼續我們的問題啊 辛亥菲呢 除了在舞台上 給大家表演魔術 他還奢獵 還觸電 他還拍過電影叫 魔戒 然後叫 孟成父子 金夢的奇蹟 我想問問 魔術師觸電是個什麼樣的經歷 在舞台上我覺得你表演魔術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是吧 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在電影上 你這個蒙太奇啊 剪輯啊 後期啊 然後就就很容易完成了 對對對 其實我我 我剛剛剛剛您說的那個魔戒啊 金夢的奇蹟 還有那個孟成父子 這個是我們做的一個舞台劇 這是我們做的舞台劇 就是以魔術的形式 來做的一個類似於 話劇的一個東西 特別是那個孟成父子 比較有意思一點 就是他其實是 就講我跟我爸的故事 因為我們就 我爸90年代到深圳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是小屁孩 然後他怎麼 這個這個 怎麼來到深圳 怎麼這個在深圳工作 然後怎麼教我變魔術 然後 然後後來慢慢長大了 然後這個因為代溝的問題啊 兩代人對這個審美的不同啊 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藝術的感悟的不同啊 然後就 有了有了分歧啊 然後就父子兩個 然後就在這個這個關於 這個魔術的走向方面有分歧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有這個矛盾啊 然後怎麼怎麼 要有一些戲劇衝突啊 然後最後 當然是一個比較完美的一個結局啦 比較完美的一個結局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魔術劇 然後你說觸電那一塊 其實是當時有國內拍了 應該說是翻拍了一個國外的電影 叫做致命魔術 致命魔術 我當時其實是客串 其實是客串 呃 因為畢竟我不是專業的演員 我不是專業的電影演員啊 你說這怎麼樣去演一個塑造一個人物 那我一定沒有人家專業做的好 我在裡面其實就是演一個魔術師 嗯 本色出演 對 就一個一個主角的另外一個魔術師 啊 不知道是幾配啊 就是龍套啊 龍套 然後演一個魔術師 但是就像你剛剛所說的這個 在電影當中 呃 因為有蒙太奇的手法 一些剪輯技巧 後期技巧 其實變成魔術來輕鬆多了 嗯 想怎麼變怎麼變 呵呵 很過癮是吧 對對 嗯 接下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啊 呃 我覺得歌星其實是很容易出的 是吧 雖然有的歌星這個昙花一現的時候就就沒了 但是呢 很多 在歌唱領域唱得好的 你都會變得家喻戶曉的 嗯 可是魔術師好像很難成為家喻戶曉的人 比如說 對於我來說到目前為止 我只知道 David Copperfield 然後還知道有千 嗯 沒錯 對 那所以你覺得魔術師為什麼很難出名呢 呃 因為它太難了 為什麼 我為什麼這麼說啊 這個 這個 我 我 其實今天是不是說太多了啊 沒關係 你可以說 我們很想聽聽這個行內的內幕和秘密 啊 行內的 我們說我們難在哪裡啊 嗯 呃 大家知道這個 呃 你作為一個想成為一個厲害的魔術師 你一定你的東西是要原創 就是你自己創意出來的東西 嗯 好 你要 創意這個東西就有一個就本來它就非常難 因爲是什麼呢 每一個觀眾都不是傻瓜 觀眾其實都很聰明 嗯 看你魔術人都很聰明 他們既然那麼聰明 你憑什麼騙過他們 你比別人更聰明 不會啊 我們魔術師也是普通人啊 好 對不對 嗯 但我們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就是 我 我可以花一年的時間想一個辦法 能讓你在這十分鐘 甚至在這一兩天想不出來 嗯 啊 你就覺得很神奇的 我通過時間來挑戰你 對吧 那首先第一個我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創意一個魔術 好 第二 一個魔術它涉及到的領域太多 我想到這個魔術之後我還要會做 嗯 它魔術很多東西需要技巧或者道具 我要花大量時間去練習 好 然後我還會做這個道具 嗯 就好像唱歌的人要有人給你填詞 嗯 大多數歌手的詞不是自己寫 嗯 對不對 好 沒有人能幫你做這個道具 你必須自己來 好 然後呢 你還要有服裝 魔術的服裝 不是說我隨便外面買買套西裝我就可以變魔術 你去裡面有很多兜嗎 不光是兜 這個兜是怎麼設計的 我要變鴿子的兜和變花的兜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今天想一個變東西我要變手機 那手機的兜也是不一樣 它怎麼固定住這個東西 嗯 然後怎麼樣又能迅速的能把它拿出來 嗯 然後怎麼樣把它迅速的放回去 而且還不能被你看到 對吧 在這些設計就好像一個歌手一樣 這些都要你自己做 同樣一個高手 歌手 很多歌手他是不會寫曲子的 嗯 有人幫他寫曲子 但是在魔術界這些活都得你自己幹 或者翻唱一首也可以 所以 這些活都得你自己幹 所以這個東西你說 要一個魔術師這麼多事情他都會幹 首先就沒有幾個人能幹 對 首先魔術師是個表演藝術家 是個木匠 是個化學家 是個舞蹈演員 因為 什麼都得會 對 因為現在魔術師不是站在台上 像那時候穿著長毛馬褐 然後搜一個紙一個條子 還要表演的是不是 要跳舞 甚至跟他大便活人的那個美女 還要跳舞 對 所以魔術師我今天真的是 肅然起敬 好了不起 就是因為他太難 他涉及的領域太多 所以很多人沒有辦法做的 像 就像 就像 歌唱界一樣 又能填詞 又能作曲的流行音樂的歌手 能有幾個嗎 嗯 周杰倫算是一個 汪峰也算吧 汪峰也算 所以他們出名了 對不對 對 還有呢 我特別想知道 你最得意的 或者是你獲獎的那個魔術 是哪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如說你獲得 中國文化藝術最高政府獎 叫文化獎的金獎 是嗎 文化獎 文化獎的金獎 對 是哪個魔術獎 就是叫善運 善子嗎 善子 對 這個節目其實 剛剛開始 創作的歷程大概有兩年多 兩年多 然後光做道具就差不多做了一年 然後花一年的時間去進行合成排練 然後就拿了這兩個 可以說是在國內 最頂級的獎了 就是再沒有了 再也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我們說說這個魔術怎麼來的吧 對 你怎麼創意來的 對 其實最早這個的創意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多有一些 我們要出國演出 然後魔術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比較大 因為本身魔術這個詞就是從magic過來的 音譯過來 音譯成中文 其實在中國以前叫戲法 對 變西法 對 中國是叫戲法 魔術本來其實就是西方過來的一個詞 然後但是觀眾又 人家說 你是中國來的魔術師 然後你演的節目呢 很西化 穿著燕尾服 或者穿著西裝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不太符合我這個 中國魔術師的這個形象 我覺得我會 我應該變一些跟中國有關的 我比如說我一上台 我舉手投注 我至少我什麼都沒幹的時候 應該看 啊這個是中國的艾文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這個 創作一個跟中國元素有關的東西 那中國元素 什麼呢 我又不想要擺脫著 擺脫著戲法 不穿那個長袍馬 那個太古老了 那麼咱們現代一點 但是又要體現中國的特色 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找一些元素 最終我們就選定了扇子 扇子其實有這個可以非常代表的這個 比如說中國這麼大的疆土 各式各樣的扇子 然後咱們有四大名著 每一個名著裡面都有一把扇子 芭蕉扇 鐵扇公主 孫悟空扛著過火焰山的那個 對不對 然後這個折扇 功夫 不是 那個那個那個水浒傳 好 《紅龍夢》裡面 侍女拿的那個語言的那個扇 嗯 那個是不能折疊的 那個是不對 那個是語言的 私製的 那個是女孩子拿的那個叫團扇 還有三國 諸葛亮的那把羽扇 就是咱中國的四大名著 其實每一個都有一個扇子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 包括還有一些其他種類的扇子 我們把它集聚在一起 然後編排了這樣一個魔術 嗯 現在是7點53分 時間過得很快 哦 這樣 對啊 對啊 你也會說我們東北話 是嗎 就是有太多關於魔術的奧秘 和魔術領域裡的東西 特別想知道 包括我自己 我想攝影機前的聽眾們